大腸直肠癌 大腸直肠癌早期是沒有任何症狀的 大部分的症狀發生的時候代表 腫瘤都相對長得比較大 或者是比較侵犯深度比較嚴重 那最常見的症狀大概會是 以我們的大腸右邊跟左邊來做區分 右邊的大腸裡面的通常的糞便 通常是因為比較呈現水狀 所以比較不容易因為這個大便塞住 造成這個肚子痛或是排便習慣改變 相對來說 右邊大腸直肠癌的腫瘤病患 通常是由貧血大便會有一些分泌物 或者是有血便的狀況 那另外就是體重變化 比如變輕很明顯短時間內變輕的這些症狀 相對來說 左邊大腸直肠癌的病患 因為那邊的大便通常比較成形了 成形相對就比較容易有阻塞 那有阻塞的症狀就會有肚子容易痛 肚子容易脹氣 或是排便習慣改變 一下拉肚子 一下血便 甚至會有一些里極厚重 就是想要去上廁所 但是大便有個解不乾淨的感覺 所以症狀大概就是 平血會有頭暈 暈眩 體力變差 體重變輕 這可能就是肿瘤它有流血的可能性 另外一個方向就是肿瘤它長大 就有可能會有腸阻塞的狀況 腸阻塞就會可能腹痛腹脹 排便習慣改變的症狀出現 大腸直腸癌中大約有9成以上都屬於腺癌 腺癌它是從大腸直腸的黏膜內壁 慢慢的變化轉變成癌症的一種 那這是最常見的 它發生的從正常細胞變成癌症細胞 大約會需要花費大概3到5年的時間 那第二常見的則就是 內分泌的腫瘤細胞 又俗稱的類癌 它的發生比率是相對比較低 大約只佔了一成 那它相對長得非常非常的慢 所以大部分發現這種類癌 通常是由健康檢查無意間發現 但是如果放了它不管 或者是等到很晚期才發現 它也是很有可能會變成 很惡性的腫瘤細胞 大腸直腸癌的癒後 和癌症侵犯的深度 大腸直腸癌的癒後 周邊淋巴的侵犯 以及是否有遠端轉移 有很重大的關係 那就是TNN系統 T就是腫瘤侵犯的深度 N就是周邊大腸的淋巴是否有侵犯 N就是是否有遠端器官的轉移 經過這個全世界的統計 當腫瘤細胞只有侵犯在大腸的肌肉層以內 那就屬於第一期 當腫瘤細胞已經侵犯到大腸的肌肉細胞外 則屬於第二期 那大腸周邊的淋巴已經被腫瘤侵犯到的時候 就屬於第三期 那但是如果當周邊的器官 譬如說肝臟、肺、骨頭 有被腫瘤細胞侵犯 那就變成了第四期 也就是末期的大腸癌了 目前大腸癌篩檢的主要方式 還是以國健署的糞便前血檢查為主 但是當前血檢查變成陽性的時候 來給醫生檢查 包含用止疹或是摸肚子促疹 來看以及問病人的病況 有沒有可以了解初步的狀況 接下來進一步的檢查 我們安排大腸鏡檢查 大腸鏡就可以將病患腸子裡面 可以用內視鏡來看得清清楚楚 包含有沒有息肉 甚至有沒有發炎 甚至有沒有腫瘤的可能性 當發現有腫瘤或是高度疑似腫瘤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安排進一步的電腦斷層檢查 來看周邊的淋巴以及遠端的器官 是否有轉移的狀況 另外也可以輔助持症造影 甚至有遠端轉移的時候 也可以輔助正直掃描 這些檢查原則上 都是可以用健保給付的 但如果今天只是單純擔心自己有一些問題 想要做健康檢查 來做這個癌症篩檢 則需要自費部分 那通常會需要花費數萬元左右 然後再用健康檢查 쪽에きれい께 Tall